热线十二今日关注 解读政府工作报告 梳理十大关键词 十三五规划钢药草案提交审议 两会新观察 精准扶贫 救助地中海贫血群体 地贫的治疗主要分两大块 基础的治疗是输血和抽贴 关注地中海贫血换耳 是一个遗传性的 脉性农水性贫血 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首先进入今天的两会在线 三月五日开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 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 其中改革与创新成为报告中频繁出现的词汇 关键词一 经济增长预期6.5%至7% 保持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考虑了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 关键词二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 关键词三 新经济 推动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加快成长 以体制机制创新 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 推动生产 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 重塑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 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关键词四 扶贫攻坚 完成一千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扶贫脱贫是硬任务 各级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 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关键词五 政府自身建设 建设人民满意的 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 连接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推动检政放权 健全督察问责机制 坚决整肃 拥政 懒政 待政行为 绝不允许站着位子 不干事 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 给改革创新者 撑腰骨尽 关键词六 反腐畅联 认真落实党风连政建设 主体责任 严厉整治各种顶峰违纪行为 加强行政监察 推进审计 全覆盖 以减权限权 创新监管等举措 减少寻租空间 铲除滋生腐败土壤 关键词七 重拳制务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推动绿色发展 取得新突破 下决心走出一条 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 双赢之路 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 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加强生态安全平障建设 为建设美丽中国 贡献力量 关键词八 新型城镇化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建立健全人地钱 挂钩政策 推进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建设 和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加强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 关键词九 民生改善 着力扩大就业创业 发展更高质量 更加公平的教育 协调推进医疗 医保医药 联动改革 织密之劳 社会保障 安全网 关键词时 对外开放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扩大国际产能合作 促进外贸创新发展 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加快实施 自由贸易区战略 三月五日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审议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仅仅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对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出了总体部署和统筹安排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以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为发展理念 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通过扩大有效供给 满足有效需求 统筹推进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三五规划是在中国经济 处在转型关键期的一个五年规划 这个规划对于我们践行新的发展理念 激发新的发展动能 构筑新的发展体制 应该说能够发挥的 它不可替代的重要的 这种引导 保障 推动的作用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设置了七个方面目标 25项主要指标和13项约束性指标 其中围绕补短板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设置了23个专栏 提出了重大人才工程 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脱贫攻坚重点工程等 165项重大工程和项目 十三五最大的亮点 就在于它的目标更加明确 比如像十一五十二五 它定位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但十三五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就决定了十三五时期的定位 就在于全面建成 这就提出了所谓要补短板 等等一系列重要的一些思路了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十三五时期 我国经济年均增长保持在6.5%以上 到2020年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2010年翻一番 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 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分别提高到60%和45%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0%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比率提高到80%以上 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寻人信息播报 如果您有要寻找的亲人 您可以拿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通过我们的微信跟我们联系 好 看今天的寻人信息 马德利 南 1982年左右出生 1989年9月左右 被拐卖到河北省苍州市清县 记忆中自己来自一个少数民族混居的村落 小名叫转转 母亲叫秀 自幼跟随外公外婆长大 村落有对山歌的习俗 擅长用竹子做乐器 记忆中村中女性以毛巾裹头 头巾上有装饰 A型血 体貌特征 左膝盖处有个硬币大小的疤痕 知情者请联系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 宝贝回家接待群QQ号码1840533 寻找亲人可以联系当地公安机关 裁血检测DNA 输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这一过程中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好 欢迎您有线索也跟我们联系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两会新观察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两会新观察会连续四天 关注精准扶贫的话题 2月29日 我国首部中国地中海贫血蓝皮书发布了 在这个会上发布了我们救助地中海贫血患者的情况 同时为高发地区提供 制定相关政策 也提供了数据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报道 2月29号 由中国地贫联盟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 中华资源工程扶贫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 公益研究院主办的 中国地中海贫血蓝皮书发布会 继地中海贫血救治 纳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 两会提案协商会 在位于北京市长江区的民建中央会议室召开 人大代表包瑞玲 政协委员李小林 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常务副院长高华骏 以及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 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我可能还要想要特意感谢民众部的英雄 首先我们要感谢的是地贫方面的 我们这个项目非常重要的一个资助方 西宁基金会 地中海贫血 简称地贫 是一种遗传性血液疾病 目前五国共有重型和中间型地贫患者 三十余万人 地贫基因携带者高达三千万人 这些人员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 广东 广西 海南等地区 地贫的治疗主要分两大块 基础的治疗是输血和除铁 另外一个能够一次性的 就把它治愈的叫造血干细胞移植 这两块也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 所有的地贫患者都要去输血和除铁 这个的费用按公斤体重来算 如果笼统的平均来说 大概一年要十万的费用 自2012年以来 中华私园工程扶贫基金会 天使妈妈慈善基金 开始致力于地贫患者救助工作 并发起创立了中国地贫联盟 截至目前已投入资金近一千万元 2015年7月 为了摸清我国地贫患者底数 了解地贫防治现状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地贫防治路径 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 委托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工艺研究院 开展了关于我国地贫防治的专项调查 我们做这个蓝皮书 我们认为对于扩大地贫的这个社会知晓力 扩大它的公共的知晓力 扩大政府对它的重视 扩大整个社会对地贫的关注 那么是有开创意义 会议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人大代表包瑞玲 政协委员李小林 在今年两会上即将进行提案的内容 及地中海贫血的救治 纳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具体建议进行协商 那么精准扶贫我认为的短板 就是因病治贫和反贫 这是短板 因病治贫能达到多少达到42% 是因为得到疾病 然后这个反贫或者治贫 那么地中海贫血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短板 一个病种 所以治疗防治很重要 李小林说 此次提案的具体建议包括 调整民政医疗救助政策 将地贫灾难性医疗支出家庭 作为大病救助对象 为地贫患者开设绿色通道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加大政府购买大病救助服务的力度等内容 同时提案也提到 鉴于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 可以选择若干不同类型的地区 先行试点 总结成功运作模式后 再行推广 好 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我们的两会观察员张斌 欢迎您 还有一位是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邱莉莉 欢迎你 欢迎二位 我们知道刚才听到了 这是中国第一部地中海贫血的蓝皮书 莉莉你觉得这部书的发布 它有什么意义吗 这确实是我们第一部关于地中海贫血的患者群体 进行了一个充分的一个社会学研究 因为它不只是在流行病学的领域进行的研究 对这些患者的一些家庭状况 收入情况 他的身体状况 治疗情况 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调查研究 这个报告出来以后 无论是对于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救助性的组织 包括一些九省一室 包括咱们三个特区的 他们在制定相应的这种患者的一个救助政策 包括我们国家危机委和民事部有关的这些政策的制定 可能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论依据 而且有数据支持 我们知道在这次会上发布了蓝皮书 而且公布了现在地中海贫血的防治的状况 而且还商讨了一个委员的提案 这提案是准备在两会上提出的 就是将地中海贫血患者救助 纳入国家精准复贫战略的提案 你觉得这个提案如果说能够付诸实施的话 它对地中海贫血的救助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将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因为我们现在已知道的有30多万地中海贫血的患者 这些患者需要规范化的输血和排铁治疗 甚至还有造血干细胞治疗 在我们这个报告中我们可以发觉 绝大部分的地中海贫血患者家庭都属于困难家庭 那么他们维系这个治疗是非常艰难的 也就是说从我们的报告来看 我们15岁以下的地中海贫血患者占了绝大波数 这是说明什么呢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患者都没有长大 就是说他在15岁就陆续夭折了 也就是说如果通过我们的相关的一些救助政策的调整 或者是国家一些医保政策的小准 让这些患者让这些家庭有能力 为这样的患者能够提供积极的治疗 能生存下进 那么这些患者可能都能够很好的生存下来 继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因为这样的患者 他如果规范下的治疗 他是可以很好的活着的 我们知道莉莉所在的这个天使妈妈基金会 他属于社会的这种慈善组织 那除了这样的慈善组织 除了这个爱心人士 张斌你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 应该说在这些两会上 精准扶贫又成为一个热词了 我们精准扶贫主要是政府主导的 然后各地来进行的一个扶贫的思路 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新词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的时候 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 那么这四个字 其实就涵盖了我们中国在救助扶贫 在慈善方面的一个总体的 我觉得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应该说 一直到我们完全建成小康社会 应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 那么所谓精准扶贫 几个概念 一个对象要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的相应的根源要找到 我们过去的扶贫 政府的力度很大 财政投入非常多 到了各地之后 有的是广撒芝麻衍的形式 我们扶贫 然后只要贫困我们都 另外没有找到根源 其实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 包括这次科长总理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就民生所涵盖的一个内涵是什么 精准扶贫的后面 是精准要脱贫 就是要转变这种方式 但针对我们这些地中海贫瘫血的这些 患儿来讲的话 那么精准扶贫 尤为重要 因为这个病 刚才莉莉也介绍了 第一 它是可以治愈的 只是在费用上 在时间上 它需要时间 那么这样的一种可以治愈的病 我甚至认为应该优先纳入到国家精准扶贫 的战略当中 所以两会上代表委员 就关于比如说相应的救助的这种法律的完善 和一些具体的内容的商定 我觉得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政策 如果一旦出台的话 会对这个特殊群体产生一个极大的帮助 对 这个精准 我们理解 它就是更有针对性 所以它更有效 所以你才更高效 那莉莉在这种形式下 你们下一步对于地贫患者 对他们的救助 有没有什么规划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病是既可防又可治 可防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很多部门的合作 减少这样的患者的出生 我们国家这几年陆续做了一些工作了 只是说涉及到九省一市的地区 我们可能做的深度和广度不一样 特殊有高发区 对 有高发地区 对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工作要加强 同时可治的这一部分的患儿 我们该输血排铁作为这种常规治疗 那积极去做 我们也会帮助这些患儿家庭 去积极的进行这种治疗 包括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医保政策 也更加有利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有些地方好一些 有些地方差一些 希望我们把这个平均数搞上来 然后当然如果有这样的话 还需要提供这种救助上的支持 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求助电话 也可以继续找天使妈基因会进行求助 我们也会进行帮助的 还有部分的群体 就是需要通过造血干细胞的移植 进行根治性的治疗 那么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医院 能治疗这种病 而且更多的孩子能够去配上型 能够去这种完成脱贫手术 我们就觉得这个地中海贫血 脱贫手术 没错 我们确实看到 就在很多地平的相关的专家 还要向这种慈善组织 在他们的推动之下 首先我们的蓝皮书发布了 而且相关的这种防治 还有救助的措施 将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建议 所以这真是对于地平患者 还有相关家庭带来的这种莫大的希望 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在许多人眼里 它很陌生 但在我们身边 却有一些未成年患儿 因为得不到有效救治 而早早夭折 他们的童年 在等待死亡的痛苦中 慢慢消失 地中海贫血 是地中海原案 在往东这边走的话 是中东 南亚 还有东南亚 中国的南中国 这个肠肩病 是一个遗传性的 脉性农血性贫血 他们又被称为血带患儿 医学资料显示 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 如果按预期生命40岁计算 医生需要消耗 约80万毫升全血 这相当于4000名成人的现血量 引起全社会关注的 就是这群病人 叫做重型β地中海贫血 他们要靠 每个月的规律的输血 才能活命 否则的话 他们就没有力气 否则的话 他们就会在生命的 第一个时间里死亡 而他们的身体 由于长期输血 却没有正常的排铁机制 不仅要承受 因脸部骨骼变形 带来的样貌上的烦恼 患者最终还会因为 体内铁元素大量堆积 肝脏功能受损 心脏衰竭 他活到40岁 所需要的医生的费用 是400万 如今根治重型β地中海贫血 的有效办法 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 也称骨髓移植 但配型难和高昂的手术费 让很多患者家庭望而却步 为了让地贫麻麻 引起社会的关注 2015年5月8日 第22个世界地贫日之际 由天使妈妈基金会 举办的中国关爱地中海贫血化儿大会 在广东省广州市启动 这是我们又一个女孩 因为从今天开始 我们为第一次成功把 为前来自全国家里的 那么多的孩子 举办一次大会 在这一天 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 负责任邱莉莉 无疑是最忙碌的 但一个男孩的出现 打断了她的忙碌 31岁的卢尹丽来自广东河远 两岁的儿子景盛 在六个月大的时候 被查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 地中海贫血 她就说大概要三四十万吧 我说我这一辈子 也不可能是赚了三四十万 三四十万元的治疗费用 对于卢尹丽一家人来说 是个天文数字 就在一家人决定选择放弃的时候 卢尹丽独自带着儿子景盛 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实在是没办法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跑北京 不敢去想 到了北京到底该怎么办 一起来关注天气 今天下午的最高气温是17度 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是零下一度 今天下午本是有偏北风 并且呢还有沙尘 不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 下午火车也是很无奈也很无处 也不要往哪里照 母子二人在火车站度过了来北京的第一个夜晚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十二 我是圆圆 今天呢是五月八日 是第二十个国际地中海贫穴日 那好多人可能不了解啊 最后有好心人在微博上 艾特了天使妈妈 邱莉莉与小景盛便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缘分 2013年3月底 邱莉莉和卢尹莉 带着当时只有两岁的小景盛回到了广东 在位于广州市的南方医院进行检查 现在还可以 他首先要做配型 合适了那就可以等待做移植了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要把血塑好 先把血塑好 让他有一个正常的身体 各个器官都调养好了 来做移植 配型是第一步 也需要一大笔费用 当时一家医疗机构为小景盛出了这笔费用 但是这次配型并没有成功 小景盛必须要在常规治疗 也就是书写和排帖中等待下一次配型 直到配型成功 才能开始准备手术及筹集费用 随后景盛一家在广州开始了新的生活 也开始了苦苦的等待 现在小景盛一家住在广州郊区的一处城中村里 他们住150元一个月的出租房 但却还是因为常常付不起房租而感到困窘 由于没有合适的配型 小景盛只能选择保守治疗 书写打牌铁针 就跟爸爸妈妈还有跟哥哥配过 没配到 以后在外面找 在外面找 那个他秘书他说 他那个点不好 他也不好找 带充煤气去工厂做手工 两年来小景盛的妈妈想方设法的多赚钱 社会上一些爱心人士 也会时不时地捐助一些药物和医物 但高额的治疗费用仍然让这个家庭摇摇欲坠 孩子又书家又白天 一个月都要五六千块钱嘛 根本那个是很难为止的 而且你要生活要吃要什么 所以天天晚上都一直在想 睡不好又吃不好 搬到这里居住后 景盛的爸爸带着醒生的哥哥 也来到了这里 一家人就生活在这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 随着景盛哥哥上学 这个家庭生活更加解决 景盛的爸爸妈妈因此也经常吵架 长久以来像小景盛一家一样 很多地中海贫血换儿家庭 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治疗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搬到了广州 在南方医院周围 散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地中海贫血换儿家庭 欧俊林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九岁的小俊林总像长不大的孩子 虽然年满九岁但依然身材矮小 由于家里经常没钱治疗 导致他已经出现了地中海贫血面貌 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吃各种药 要书写 要打拍铁针 由于药物的副作用 他和其他患儿一样 膝盖常常会疼 走路难以伸直 上楼梯很累 在欧俊林一岁时 他们一家人从广东冒名搬到了广州 在陌生的城市住着简陋的出租屋 在工地上干着最辛苦的活 支撑一家人在广州生活下去的原因很简单 这里可以书上写 并且孩子在广州上学 可以享受当地的医保 他在这里读书 我可以买到这里的医保 那个这里的医保 起码都要保留一点点吧 保留一点点 就是那个骨髓医师 也可以一点点吧 但是还有一个书 书鞋 因为他不能离开广州 离开广州你找不到鞋 和小景盛一样 欧俊林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配系 长期的书鞋排铁 让两个家庭饱受精神和经济上的负担 不过即使是他们眼中 那些找到和适配型的幸运儿家庭 同样也因沉重的经济负担 举步为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叫石光辉 33岁 湖南人 是一名小学英语教师 他三岁的女儿曹宇盈 因患地中海贫血 要做棋带血移植手术 此时他和爸爸 就住在离妇产科不远的 儿科移植舱里 而石光辉肚子里的孩子 对于他们一家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新生命那么简单 通过新生儿的棋带血移植 或许可以挽救女儿盈盈的生命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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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来看你了 那我宝贝表现好不好 妈妈明天是宝宝就不能来看你了 你坐起来 最近盈盈不太愿意见到别人去看望她 因为在进入移植舱前 必须把头发剃光 石光辉说 这对于女儿来说 是无法忍受的 她最讨厌的光头了 因为她的光头墙不好看 盈盈的爸爸现在每天 都要在移植舱里陪伴的女儿 不能外出 我们通过电话采访到了盈盈的爸爸 那程序盈盈电话是非常大的 很容易暴力 稍微有一点不满意 有时候睡着睡着 她起来之后 稍微有一点不满意 她会迷迷的话 就打发脾气的 她会跳起来 再用鬼来鬼去的床上 她要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是有她的意思 要不要让她在床里面导弄 爸爸我还撑不过气的 我说不吹起来 你不然给我 打发脾气的过程很痛苦 所以说 那几天的话 每天要打八个角度 打八个角度 打八个角度的话 这八个角度里面就还要含金水 因为不含金水的话 那下一个口腔有一浪 口腔有一波浪了的话 也会很好 在密闭的移植舱里 盈盈可以活动的范围 也只是这张小小的闭窗 对于一个只有三岁 又活泼好动的孩子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艰难 而手术前每天的化疗 也让这个孩子 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就给你签这个字了 术前残划里面也有这一条 有可能啊 有可能出现要被控的情况 这里都有可能 要被控啊 这些都有可能 但怎样才会止清 你把律师再说一声 我就是 你就是马上想 这个你不太紧张 我们尽量的一针给你打发 很顺利的完成这个操作 就会减轻一些 五月份正是广州的梅雨季节 这样的雷雨天气 让时光辉的心里 常常觉得不安 但今天 签完手术前的麻醉同意书后 他反而松了一口气 这一天终于得来了 让我就比较安心 孩子化疗手术 准备做工作都很好 然后呢 阿宝也没有提前出来的迹象了 但是孩子很开心 当听到孩子的声音 哭的声音 我就觉得孩子可能安全了 随着一身体哭 盈盈的弟弟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盈盈也顺利完成了 齐带系的移植手术 但巨大的经济压力 却已让这个家庭不堪重负 为了给盈盈治病 时光辉不仅卖掉了 家中唯一的一套住房 还欠下了大笔外债 目前全国也有 地中海贫血患者三千万人 重型地中海贫血患者 超过一万五千人 有许多患者家庭 因病返贫 生活举步为戒 地中海贫血防治 已经成为急需重视的话题 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家庭 只是众多地贫家庭当中的缩影 他们压力非常大 一方面是经济压力 另一方面是精神压力 我不知道张斌在此之前 你了解这种病吗 看了这几个家庭的故事 你做何感想 应该说以前对地中海贫血 还真是不太了解 我觉得这跟他的宣传力度 跟我们的这种相应的一些应对 这样换而的一些 这种举措有关系 你像我们做媒体的 应该说信息很发达 但是相对地中海贫血 可能了解还是不多 通过这片子一介绍 我们看到 其实这种病有一个 就如果能够治疗 得到急需治疗 是完全能根治的 那么一旦根治之后 他就是个健全人 他就能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 这其实你就咱们抛开 人性不讲 单从经济价值考量 社会价值考量 它的意义就是非常深远的 更何况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孩子能健康呢 这当然是善莫大言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去关注 为他们营造更好的治疗空间 和这种社会环境 这是我们一个当务之急 我看天使妈妈 一直在关注这个病人患儿 你们是怎么关注到这个群体的 就是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在求助 差不多从五六年前 就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在求助 那我们在这救助的过程中 就是发觉怎么越来越多这样的孩子 后来就发觉 这个病是在南方的九省仪式 包括咱们的港澳台 都是高发地区 而且后来还发觉 这个病它是个遗传性 基因遗传性的疾病 它还是可以防的 它不像很多疾病 你对它的发病原因不清楚 这个发病原因很清楚 所以我们才积极地去开展 说更多的一些这种 这种地平患者的一些 关案和服务工作 比如说我们和很多政府 和医疗机构 和这些家长组织在谈 我们在源头上怎么去防 怎么去预防这样的孩子出生 怎么更多的去减少 这样的孩子出生 那么对于现存的这些患者 因为咱们绝大部分的这样的孩子 在15岁死掉的可能性非常大 就因为他们那种家庭的情况 家庭的这种不能够这种经济状况 不能够维持这些孩子的治疗 因为这个治疗非常昂贵 它的药很多东西还是进口药 刚才那个大夫说了 说这个活到三四十岁 就花三四百万 对平均每年要十万 所以它年龄的增长和体重的增长 钱是逐年增加的 那这样的话 包括它做这种脱贫手术 就是做造血干细胞移植 差不多也要至少要三四十万 这些家庭是很难以承担的 那这种患儿 它还有什么求助这个渠道呢 救助渠道 一个就是说当地的这种医疗保障 另外就是民政的救助政策 然后再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基金会进行救助 虽然是说这几年越来越关注这个群体 但是说对这些家庭来说 还是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希望今年的国家政策上 我们对这个群体再有一些相应的支持 对这个群体的救助 我想不方便是钱 不光是钱 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些人文关怀 对我觉得心理上的救助更要加强 因为这些孩子本身来讲 因为它会引起面部的变化等等 它这种社会中的一种包容度 要强的话 对它的积极治疗 对它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除了这种人文关怀之外 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些调试 包括这些患者家属 通过像天使妈妈这样的基金会 十年寒窗 他背负全家的期待 今天靠大学 跟一起的就是装缘了 搞笑吧 搞笑 金榜提名 他却进退两难 你想想只剩下一万块钱 我们全家人一年就必须靠这一万块钱学习 企业爱心机构搭牌 祝贫困学子圆梦大学 六线十二明日播出